搭公车是许多市民生活的日常 记者在市区的二性循环站随机访问 来听听民众对于公车司机的看法 应该还不错啦 很少坐啦 现在司机都还不错 然后也很少坐啦 还不错啦 还可以啦 遇到司机都还不错 对啦对啦 因为现在的都很客气啊 我觉得大致上都还不错 对啊 然后就是如果 因为我们基本上老人比较多 对啊 那他们就是对于老人上下车 因为动作会比较慢嘛 他们也不会说不耐烦 或想要赶快开车干嘛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不错 甚至有些司机可能还会帮忙 这样子参扶 对对对 从民众的反应来看 对目前公车司机的服务品质 大都表示认同 公车处方面表示 为了再强化公车的安全驾驶 与服务态度 将启动一项新措施 透过不定期公开发布 服务态度优良 与需改善的公车驾驶 希望借此来鼓励优秀的公车司机 包括我们原来的机制 就是说请我们集合人员 会不定期抽查我们的影片 还有民众投诉的1999 或是市政新乡 或是电话反应的 那除了这个原来机制以外呢 我们还有增加一些 我们有请我们同仁担任秘密客 然后去做一些车上的随车集合 逐步有现在看到一些成效 就是说我们的驾驶同仁 看到好的那一面 我们也会记录下来 然后适时的给予奖励 那当然不好的部分呢 除了我们自己会记录以外 我们也会纠正 甚至说会进行我们所谓的辅导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驾驶同仁 会随着我们有一些新的制度的改善 或是去作为 他们能够慢慢的 把以前比较不好的那些习性 或是说那个会去改善 那当然我们尽量也是以做到 等于说尽量鼓励同仁 然后从事比较优良的服务 公车的服务品质 可说是市民与外地游客 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 公车处期盼 透过积极的推动提倡 来不断提升公车服务的满意度 与安全度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